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房车情报 我是苏苏 今天带大家来看一看中国重汽的曼恩房车 这款房车它是基于中国重汽的豪卧底盘打造而来的 使用的是跟德国曼恩同款的底盘技术 整个车看起来也是比较威武的 它整个的车头使用的是这种重卡的 这样的一个设计更加的有越野性 车身尺寸长宽高分别是5995×2550×3600的 车身长度不足6米 同时它还带有旅居车的公告 所以说我们C本蓝牌就能驾驶了 虽然说C本就能开 但是如果这么大的车让我来开 我真的不敢开 不知道您敢不敢开呢 车头前方这里还带有12000磅的脚盘 后方还带有20000磅的脚盘 前后的脚盘用于脱困 同时还可以救助别人的车辆 后方这里还有一个可升降的置物台 置物台的两侧还带有行李箱 这个行李箱的空间也是比较不错的 满足我们日常生活的需求 同时还可以带更多的行李 旁边这里中间的部分还带有备胎 它可以选装车架 放置我们的越野摩托车 整个的驾驶室的空间还是比较宽阔的 动力系统方面 这款车搭载的是10.5T的柴油发动机 匹配6AT自动变速箱 满足国六排放 上方这里还带有四路监控操作台 还有很多的操纵按钮 这个方向盘也是足够巨大的 我感觉我好像抱了一个盆 驾驶室中间的位置上 还带有英德尔的一个车载冰箱 后方还有隐藏式的一个门 这个门打开之后 我们就可以通向室内了 整个车内的格调 也是比较偏欧式风格的现代简约 而且又干净又好看 惠客区域的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腿部非常的放松 同时它的座椅 使用的是这种双人的对座座椅 在行车过程中也可以坐在这里 因为配有安全带 行驶会更加的安全 旁边这里还带有两个窗户 整个的窗户打开之后 更加的通风 同时还可以欣赏风景 上方这里也是带有三菱重工的家用空调 这个空调即使是在里面 也不影响它的吹风 使得整个的车内温度会更加的适宜 旁边这一侧是储物空间 这个储物空间的整个的空间深度 也是比较不错的 平时的随身的包包放到里面也是可以的 左手侧这里还有一个152升的冰箱 打开之后功能区域也是比较多的 平时在车里吃一些水果 包括动一些饮料都是没有问题的 上方还带有顶直的吊棍 厨房区域的操作台看起来并不是很大 其实还暗藏玄机 这里有一个翻折的桌板 打开之后就可以增加整个操作台的区域了 旁边还带有电磁炉 上方还带有抽油烟机 不怕油烟进入到车内 而导致整个的空气不好了 上方还带有微波炉 整个的家电设施也是比较齐全的 在下方还配有氛围灯 整个仪式感也是满满的 储物空间区域也是比较不错的 可以把厨房的工具以及调味品都放到里面 车门两侧其实都是厨房区域 这一侧就是洗手洗菜吃了 平时洗完的水果蔬菜都可以放到刚才的翻折板上面 然后进行操作 下方这里都是储物空间 整个的空间的利用也是比较不错的 卫生间的空间也是比较大的 在我的前方这一侧是洗手池 然后上方还带有独立花洒以及梳妆镜 下方这里它利用的也是比较不错的 带有一个洗衣机 这里还带有赛特福德的合适马口 同时还带有浴帘 私密性也是比较好的 休息区域的这张床可以睡下两个成年人 我觉得稍微有点挤 但是整个的一个长度还是比较宽阔的 然后它的上方这里实际上还可以抽出来一张单人床 也可以睡一个成年人 然后旁边这一侧还有衣柜放一些衣服使用 头部上方这里是有一个天窗的 这个天窗打开之后 我们就可以上到上方的升顶上去了 这个升顶相当于一个小阳台了 驻车过程中我们可以在上面欣赏风景 喝喝茶聊聊天都是可以的 电路系统方面使用的是3000瓦加3000瓦的逆电器 同时带有1600A的磷酸铁锂电池 以及900瓦的太阳能电池板 水路系统方面使用的是450升的清水箱 加上75升的灰水箱 全时四驱带三把差速锁的是178万元 改装越野摩托车的后拖架以及升顶阳台 售价就是188万元 两驱模式的价格是138万元 您觉得这款车它怎么样呢 如果您想要了解更多的房车资讯 可以持续关注房车情报 让我们下期再见吧 拜拜